大家好,我們打假和假老實在今天啦 本來韓國人是想要用著抱怨 還有訴苦的心情啊 跟大家聊一聊啊 韓國人在這幾個月來到大陸啊 尤其遇到維族的同胞啊 的一些看法跟心得啊 那當然韓國人還是要再三強調啦 不是所有維族同胞都是這樣 可能剛好是韓國人遇到的 那為什麼今天我想要 特別想要跟大家分享最大的key point 還是因為我們長期西方 還有我們島內都很愛操作這些維族 好像都在大陸吃這種被迫害的族群 或者是他們非常的弱勢 非常的可憐 哇整天把他們行碩的 好像都是被壓迫的這些人 但是各位 如果要不是我已經來到大陸啊 我可能會對於這些話 我可能還無從考證 我還沒辦法說啊 很確切說這是對還是錯 但是啊就是因為我來到大陸 尤其很多大陸朋友啊 從我來的時候 他們都跟我說啊 其實 這個維族的同胞啊 尤其有一些賣東西的也好啊 他們有時候也會感受到 他們的一個不一定是說完全不友善啦 可能這個語言上面的溝通啊 也是一個很大的隔閡 那真的各位朋友 那是你來了之後才知道 跟這個島內啊或西方媒體 你長期在那塑造說什麼 哎呀這個 維族都已經被漢化啦 只能學漢語啊 有些絕青不是常這樣講嗎 好像維族的傳統都已經被抹滅 都已經被洗腦 都已經全面沒有 但是各位 先別忘了 維族也是中國人 他也都是在中國的版圖 所以如果你還要鬼扯這種東西的話 那我想問問看 那美國的那些伊甸安人呢 對不對 你們會去特別強調 我是伊甸安人會怎麼樣嗎 還是 我就是美國人 那還是不是被美國化了呢 一切都是雙標 尤其啊 這些安格魯 撒克遜民族 當時是怎麼樣對付伊甸安人的 我相信啊 大家都心知都明啊 非常黑暗的歷史 但是啊 回來到今天啦 在這幾個月 我遇到維族同胞的機會 基本上都是怎麼樣 都是去吃羊肉串啊 都是去吃這種新疆的餐廳啊 因為我真的好喜歡吃 他們的烤羊肉 還有吃囊啊 哇那真的好好吃 又脆又嫩 然後烤得又香 但是啊各位 我常常我去非常多這個 新疆同胞的這個羊肉店啊 我每次在點羊肉的時候 我去了不少家 我都會感覺到 其實蠻不舒服的 我不知道是不是語言的 隔閡啦 但是也不對啊 那西方跟 島內媒體不是長期告訴我 他們已經被汗化了嗎 你可以感受得到 他們完全好像有一點反應不過來 好像 他們聽到你講的這句話 他們好像還要透過腦袋翻譯 我就感覺他們就是有這個過程 所以有時候跟他們點餐 他們就會讓我覺得 有種愛理不理的感覺 不是只有一家啊 就是我跟他們點餐 然後 我是一而再再而三問 因為我都很客氣 然後我都覺得好像 我客氣就會被欺負的感覺 各位朋友 或是說我都憤怒到怎麼樣 我覺得你為什麼 我跟你點餐 你都不理我 是怎樣 是語言上面有問題嗎 像有一些漢族朋友就跟我分享 政府好像 比較保護這個維族的同胞 這真的是我來到大陸啊 非常多大陸朋友都有跟我講 我本來 還是存在著一個 我必須要眼見為實 我才能確認 這是不是事實 但是各位 今天我都還沒到烏魯木齊 我只要去 這些新疆的這個羊肉店啊 在 不是烏魯木齊的城市 在譬如說杭州也好 或者現在我在上海也好 我一去到當地的這一些 新疆兄弟們開的店 我有時候就覺得 為什麼我跟他們點餐的時候 他們都不太理我 你們知道嗎 那種感受真的有時候就很差 而且他們不理我就算了 然後 他們轉過去會跟另一個師父 兩個都圍族人嗎 然後突然在那講什麼 講什麼 然後在那笑 然後再看我一眼 你知道嗎 你完全聽不懂他在講什麼 完全跟西方 跟島內長期告訴我們 他們的語言都已經被摧毀 那種感受 可是 我看他們 講著維語講著有夠溜 而且各位 你們知道嗎 他們點菜寫的字啊 基本上我之前有問過一個 這個新疆的兄弟啊 他們說他們寫的就是威烏爾文啊 就想說不對啊 不是你們的文字都已經被漢化了嗎 你們應該是寫 漢字 尤其你又是在 漢人比較多的城市 你又不是在 烏魯木齊 你又不是在新疆 所以各位為什麼今天想要跟大家聊這件事 是因為我遇到的 這一些讓我不舒服的事情 剛好 跟我在島內接收到這些資訊 已經 火車對撞了 什麼意思 也就是島內 整天為了要去塑造 好像這些人 是被迫害的 我還有時候 跟他們點餐都還是用得很尊重 我也不敢用著這種 好像 漢著他們那種 因為我們在島內 覺得他們好像很可憐嘛 如果我今天我看著他們又是那種 好同情喔 我要一個 羊肉轉 你慢慢搞 你不要累著了 用這種心態的話 也不好嘛 也不尊重別人 等於你是瞧不起別人是不是 當然也不能這樣嘛 可是有時候我遇到有一些就是真的 愛理不理 而且不只一家 不少家都是這樣 至於讓我有時候很生氣的是 我以為好 他就是單純可能他聽到了 那他沒有回應我說好 好 那我就 坐在位置上 準備要吃了嘛 就一直等不到 菜上來 就這時候 他們的員工 才走過來 我就 抱歉抱歉 我剛剛有叫羊肉串 叫那些 然後他就 還是很遲疑的這樣看著我 然後就覺得好像又有點聽不懂的感覺 但是他就 你叫幾串 就是講話就是有口音 非常的重 然後我這時候又要去 前面 重新在那 跟他說幾串 怎麼樣 但是各位 為什麼今天會讓我很不舒服 原因是因為 我真的很不喜歡 人家今天我跟他點餐 然後 連理都不理我 然後又轉過去 用著這個 微語在那有說有笑 然後又這樣看著我一眼 這樣 好像我是什麼 毛頭小子 而且各位 我跟大家講 很好玩的一個現象 如果 島內朋友 你真的有機會來大陸 真的你會玩完全全改觀 你要知道啊 基本上 維族朋友 他們的習慣 他們聽的音樂啊 是跟 漢族這裡 真的是截然不同 你可能去比較是屬於是漢族的電話 通常他們有時候就會放這個周杰倫的歌啊 但是各位 維族同胞的電話 基本上放他們維語的歌 然後你基本上完全聽不懂 然後那個節奏就是那種中東的那種感覺 你會感覺好像你跟他們交流是不同世界 你知道嗎 各位朋友 所以你會覺得 哇大陸文化這麼豐富 本來你還是很興奮的 可能可以去觀察這些 但是啊 你一去跟他們交流 你會覺得怎麼樣 讓韓國人又覺得心裡有點不舒服的感受 就是因為 他們會 對你有點戒心 會讓我感覺到 他們好像 比我 稍微優越的感覺 那當然這可能是韓國人多想 因為我有遇到維族的同胞 對我也是非常的好 但是我 常常去一些新疆的那種羊肉串店 有時候會遇到這樣的 感受 所以我真的感覺到 他好像完全不在乎我的存在 甚至我都想要罵人 其實各位我已經是很 保守的跟大家講 我沒有 把內心更重的 話講出來 各位 我相信你們懂我這意思 所以啊我才慢慢去理解 為什麼我當時來到大陸 很多 大陸的朋友 會告訴我是說 你千萬不要 被什麼西方那種 好像你覺得 維族同胞好可憐 怎麼樣 你不要用這種心態 要不然你到時你就知道了 真的各位朋友 我真的明白 而且這真的你要親身來要大陸 你才能感受得到 人家在講什麼 你也可以很清楚知道 你看這樣的人 怎麼樣被奴役啊 各位朋友啊 我相信你今天不是因為 宗教而去搞一些 恐怖的攻擊的話 相信你在任何地方 大家對你 一定也都是尊重的 美國你也不能 隨便搞一個 恐怖的攻擊吧 更何況 美國之前 拉著反恐的大旗 對不對 去侵略了多少國家 大家都心知不明 所以啊今天啊 剛好啊 透過抱怨一些事情 間接 想要告訴更多 島內的朋友 真的你還要踏入啊 尤其你去叫新疆的這些 維族同胞的店 自己也要怎麼樣 自己的心態 也要準備好 然後記得 點餐 一定要怎麼樣 一定要比韓國人勇敢一點 或者說就是太尊重別人 反而會 感覺到好像被人家 騎在頭上那種感覺 那今天 你覺得你在島內 覺得他們好像都是弱勢 結果你一來你感覺到他強勢的很 還讓你有一點生氣 那你就知道 島內的媒體啊 多麼回車 多麼騙人